这个八岁男孩整整露铁十年 可他却殊不知锤子中住着一名妙龄萝莉 男孩每日都要露他二十六个小时 某日小萝莉再次苏醒 他对男孩问道你是想要小女子吗 这次西子堂好像听到了某些声音 他下意识地就开始寻找起来 不过他什么也没有找到 西子堂还以为是自己幻听了 于是他突然大喊道我要个锤子 可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 在这十年里 无论西子堂怎么努力也未能撼动锤子分毫 他什么姿势什么办法都是过了 但分毫不动的锤子依然分毫不动 忽然他一下脱手了 锤柄直接反弹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子 这可把西子堂气的简直就要爆炸了 他大喊道十年的老子整整拔了你十年 你还我的青春 忽然一阵咔咔声打断了西子堂 突然一只巨大的帝王摩蟹破墙而出 西子堂气愤地说到又来了 至于为什么西子堂会说到又来了 那是因为在这十年里总有各种异兽来袭 一开始还是一些低级的小嘎嘎 可往后异兽越来越强 到最后什么孝月魔狼哥斯拉都出动了 现在巴斯奇的帝王摩蟹又来袭 但西子堂并不怕这些 因为这些异兽对于西子堂来说乃是美味的食物 西子堂虽然拔不动锤子 但他在这十年的撸铁中 力量早已锻炼到了一个恐怖的境界 接着他一拳就轰爆了帝王摩蟹 如今巴斯奇的异兽来多少对他来说都是送财 正当西子堂羊羊得一时一只蟹钳却击中了他 可恰巧锤子又在西子堂的下方 只听扑斥一声再加上西子堂的惨叫声 锤子罗莉竟然苏醒了 随着小罗莉的苏醒整个山洞也开始破碎 西子堂大骂到你压的 原来你的启动开关竟然是差的 下一秒山洞就爆炸了 等待烟雾散去后 西子堂大喊到腾腾腾死我了 为了一个破锤子我差点交代在这里 突然被西子堂压着的锤子一下飞到了空中 接着让他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锤子中慢慢走出了一名罗莉少女 见状西子堂都傻眼了 可还没有等到他反应过来 罗莉少女一下就骑到了西子堂的身上 接着罗莉少女说到粗鲁的野蛮男人啊 在这十年中我又被你拔又被你踢 最后我还是被你美妙的叫声唤醒了 这就是命运啊 听到这虎狼之词西子堂都猛逼了 他认为眼前这祸脑子一定是有毛病 不过他随后转念一想 我终于完成了母亲的叮嘱 也算是成功了 于是西子堂急忙抓住罗莉的双手 他问道 你是传说中的阿拉锤神钉吗 你可以实现我的任何愿望吗 让我重建子堂赴西子堂国的辉煌 听到西子堂的话小罗莉也猛逼了 他尴尬地回到我只是一个被锤子封印的小女子了 接着西子堂问道 那你有什么功能 系统有没有 金手之有没有 西子堂的话小罗莉没一句能听懂的 接着他回到少年你想的太多了 还是回归现实吧 此时西子堂已经到了暴墓的边缘 于是他对小罗莉说道 那你总可以再变回到锤子里吧 小罗莉心想这个简单 接着他便想也不想地钻回到锤子里 喝下一秒 西子堂直接抓起了锤子 喀巴一声就掰碎了锤柄 他大喊道 去你压的吧 毛用都没有的家伙 你还我十年青春 这是我见过最善良的蓬莱仙女 他为了保护一个灯徒子 竟然硬吃了同门师兄的无数刀 而这个灯徒子就是拔出锤妹的西子堂 西子堂嫌弃锤妹并不是阿拉锤丁 他一把就把人家掰成了两半 随后他就气呼呼地回到了家中 他的娘亲见到西子堂回来后 急忙问到神锤呢 提到神锤西子堂一脸尴尬 他只能实话是说锤子被我一不小心搞坏了 不过娘亲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修成正果得到成仙 突然西子堂的娘亲向他跪了下来 随即他说到上仪柳若昭参拜太子殿下 这一跪可把西子堂吓坏了 接着柳若昭向他解释道 我只是您的奶娘 其实您真正的母亲乃是东圣子堂的孝庄皇后 在您台出生时 我们子堂正在和蓬莱仙侠争夺权力 在经历场无数大战后 国君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让我带着您躲到垂云山附近隐居 为皇室留下真正的血脉 闻言西子堂一下抱住了柳若昭 他说到无论我是否是皇室血脉 您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娘亲 如今我已长大又获得神力 我定要重见子堂再现盛世辉煌 我们到西子堂说完 两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他们一起要喊出下一步的目标 西子堂喊出的是马上拳打蓬莱仙侠 而柳若昭喊出的则是马上留下皇子皇孙 闻言西子堂顿时就猛逼了 柳若昭解释道蓬莱仙侠如今势力庞大 为了以防不测你必须留下后人 这叫可持续报仇发展策略 柳若昭说完就拉开了房门 只见一群阴阴厌厌的女子顿时涌了进来 柳若昭再次解释道 这些就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后宫家历 你随便挑随便选无须客气 就在柳若昭的话语才落 一群疯妹子就冲向了西子堂 这可把西子堂顿时就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带着草莓硬的西子堂逃到了东盛州和南湾州的交接处 此时她心想要赶走南湾 娘亲一定会开心的 所以我逃婚是正确的 为此我西子堂在此立下誓言 我一定要打倒棚来赶走南湾 就在西子堂立下誓言后一阵破空声传来 只见一只锤子直接撞到了西子堂的腰子上 随即在锤子中立马出现了一个小萝莉 她喊道相公接着便想抱住西子堂 可西子堂却一下子消失了 只留下牙牙的回声在山谷中徘徊 剑撞锤妹顿时就慌了 她急忙喊道相公我不是故意的呀 还好西子堂掉在了一个水塘中 片刻后她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她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地狱 突然一个仙子在她的头顶飞过 接着远处一个人喊道 又一个碍眼地给我死 接着那个人便丢出了一只飞镖 来不及躲闪的西子堂当场就慌了 忽然仙子急忙用剑挡下了攻击 因此她的剑也被打落了 女仙急忙喊道不得伤计无辜 可对方却不管这些 接着那人喊道莫语勤你要从了哥哥我 我保证让你以后衣食无忧 要不然我就让你的名字从蓬莱仙堡上消失 文言莫语勤会怼到刀青你个卑鄙小人 要不是你偷袭我你以为你能活过今天 莫语勤的火爆顿时惹怒了刀青的邪火 她不管不顾地就朝对方卡了过去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刚踏入江湖的西子堂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她立马就想英雄救美 这是我见过最有效的救人手段 但可惜这手段只对妹子有效 妹子被救后立马就可以下地奔跑 而且还必须痛恨施救者 西子堂被垂眉撞下悬崖后 她又被迫绞入了一场狗血剧中 莫语勤被同门的刀青所追杀 他们完全就把西子堂当成了空气 才入江湖的西子堂哪里能看得下去 她也想参一脚 同时莫语勤已经失去了抵抗力 她只能用痛恨的眼神看向刀青 莫语勤现在想自我了断 她就算死也不想便宜了刀青 可莫语勤越是这样刀青就越是兴奋 现在她终于等不下去了 她要落手催花 就在马上要到VAP内容时 却突然有人喊了一句停 刀青完全忘记了在一旁观看的西子堂 西子堂一把就抓住了刀青的手 她喊到放开那个妹子 让我来 刀青努力了这么久 又哪里会轻易放弃 她才想反击 可下一秒 西子堂一脚就揣在了刀青的腰子上 接着只听一阵破空声 刀青瞬间就飞出去了十万八千里 飞出去的刀青就像抛弹一样 直接撞破了四合院的所有墙壁 最后刀青喊了一句 年轻人你不讲武德 然后就消失在空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见状西子堂冷哼了一声 随即她说到这下 你知道小爷我的厉害了吧 装了半天插的西子堂 现在才反应过来 原来她所救的妹子已经不显然识了 慌张的西子堂先前拔了十年的锤子 现在她又哪里懂得怎么救人 西子堂现在只能见到墨宇晴全身上下都是伤痕 不知道她有没有中毒又有没有受内伤 还好她突然想到自己身上还有风油精 于是她把风油精涂在墨宇晴的伤口上 西子堂认为只要是用药就比不用强 被风油精刺激的墨宇晴越来越痛苦 同时西子堂也被墨宇晴吓得心惊胆跳 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墨宇晴终于费力地睁开了眼睛 可下一秒她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此时她认定自己赶走了狼雀招来了 西子堂现在还以为自己救了眼前的美女 她肯定会感谢我吧 她究竟会怎么样感谢我呢 就在西子堂在心里歪歪时 墨宇晴上去就给了她一个大逼兜子 被打猛逼的西子堂完全猛逼了 她不懂对方为何恩将仇报 与此同时被打坏院子的主人终于出来了 她喊到究竟是哪个混蛋拆了老夫的房子 是你小子干的吗 她要拆穿西子堂的谎言 如果是普通人测试时是不可能有反应的 被迫无奈的西子堂只能顶着压力硬伤 她也想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修为 就当西子堂把手放到测试时上后 测试时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西子堂急忙回头问道臭老头 你这石头是不是坏的呀 就当西子堂的话语才落 测试时一下爆出今天红光直冲天际 见状西子堂更得意了 此时在她心里已经认定自己是大罗金仙的级别 随后一张鉴定卡在测试时中飞出 请看这个锤子妹子一哭二闹三上吊 她见到西子堂就非要给人家生仔仔 甚至就连仔仔的名字锤子妹子都想好了 就是不知道西子堂的腰子有没有那么硬 能不能顶得住锤子妹子的暴击 就在刚刚不久前 西子堂非要在玉姐的伤口上涂抹风油精 修得人家上去就给了她一个大逼兜子 可这还不算完 她又被老头抓了去陪修院墙的钱 身无分文的西子堂自然是不想赔钱 她装作上先想蒙混过关 但她就算死也想不到人家老头实则是个大佬 自己家里就有测试仙人修为的测试时 被逼无奈的西子堂只能硬着头皮上前测试 测试后西子堂还以为自己是大罗金线的修为 可测试结果出来后老头都惊掉了下巴 见状西子堂更是认定自己是大罗金线的修为 这可把老头气得吹胡子瞪眼 他恨不得也给西子堂一个大逼兜子 原来西子堂的修为在澎湃仙榜等级中 只是一个最底层的渣渣 得知真相的西子堂一下就像皮球泄了气 这时老头说到走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画面一转两人就来到了未来人酒吧 只听这里的音乐非常劲爆 人群都在下方跳着各种各样劲爆的舞蹈 这时老头说到骚年了 不仅不让你赔钱还带你出来玩 你咋就不开心了 文言西子堂一下就怒了 他以为老头是在故意羞辱他 因为这里的一个酒保都要比他的修为高百倍 说完西子堂转身就要走 可老头却突然拉住了他 老头说到我看你仙根已经运出十年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的修为为何不得寸击吗 仙非仙武非五十年魔灵运门二灵 本门刚好有一门功法适合你 简单的来说你就是天选之子 西子堂文言直接说道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突然在老头手中传出一道灵气 西子堂急忙问道你要干什么 文言老头不紧不慢地说道 老夫将毕生功力传授于你 你要是敢抵抗必将暴体而亡 只见没过多久老头就变成了帅气的大叔 见状西子堂更慌了 此时他认为被传进身体里的绝对不是什么修为 而是什么不知名的病毒 变成老头的大叔这时才解释道 老夫乃是堂堂灵剑派的现任掌门任逍遥 喊你的是九阳灵爵 乃是一门玄妙无比的功法 变年轻这么简单的事又算什么 来这是老夫送你的见面礼 这是灵剑派的三宝 他们分别是掌门令牌九阳灵爵和画灵顶 我任逍遥现在就把掌门送给你了 你现在就是灵剑派第一千位掌门人了 一脸猛逼的西子堂现在彻底疯了 他急忙喊道我什么时候答应做掌门 可不成想任逍遥直接用修理强的钱威胁到西子堂 无奈西子堂只能哑口无言 而这时的任逍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自言自语道 四十多年的老夫终于可以真正地做一回男人了 没过多久西子堂就离开了酒吧 只不过他现在感觉自己好像被坑了 不然一只锤子一下又把西子堂撞废了 气得西子堂回头就骂 可他随后就被锤子绑架了 在不远处的一间小屋中 锤子妹妹抱住西子堂就不撒手 他非要完成婆婆交给他的任务 被逼的西子堂只能说到别闹佛祖还在看着呢 突然西子堂一下愣住了 他问到什么婆婆什么任务 文言锤子妹妹只能老实地解释道 你拔了人家整整十年 如今人家当然只能跟着你了 所以我就找到了你家 婆婆又让我来给你生仔仔 得知真相的西子堂当场就暴怒了 他直接就骂到生你个锤子 可哪知道锤妹直接回到 对啊生的仔仔就就小锤锤 接着就看西子堂被推倒了 可锤子妹妹却停止了动作 因为他忘记了问婆婆怎么生来了 可这两人却殊不知 墨语琴早就躲在了佛祖的身后 为了能给他人生仔仔 现在都彻底磨争了 他只要见到女人就认为是自己的情敌 为此他一口就咬断了别人的神兵 到最后更是夸张 他又拉拢来了情敌做队友 矛头直直猛逼的西子堂 事情还要从锤子妹妹抓住西子堂说起 两人谁也没有料到房间内还有第三个人 那就是先前西子堂往人家伤口上抹风油惊的墨语琴 害羞的墨语琴见到他们这么疯狂 害羞的转身就跑 嘴上同时还说着我什么也没看到你们继续 可疯狂的锤子妹妹哪里能放他离去 他一口就咬定墨语琴与西子堂之间有一对 否则不可能这么碰巧 见状西子堂急忙拉开了锤子妹妹 他急忙向墨语琴解释道我这个妹妹有点彪 姑娘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锤子妹妹一听西子堂说自己是他妹妹现在更陌 他急忙回到你才彪呢 我不是你妹妹我是你媳妇 墨语琴见到这两人的表演现在头皮都骂了 他又急忙解释道我只是一个路过的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 发飙的锤子妹妹已经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他直接声扑向墨语琴 被下毛的墨语琴只能拔剑抵挡 他可怕自己感染了狂犬病 可谁料墨语琴的绝世神兵瞬间就被锤子妹妹咬断了 顿时墨语琴都傻眼了 神兵绑上第五的玄冰羽刃就这么断了 他现在的下巴已经彻底被惊掉了 不过他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眼前的这两个人一个力大无比 另一个口吞神兵 有这样的战力以后还怕什么 这不就是两根急粗的大腿吗 如果能拜他们为师 想到这里墨语琴顿时露出了自信的表情 在他心里仿佛已经做好了某种决定 随即他就向西子堂跪了下来 他直接说到公子请收小女子为徒 猛逼的西子堂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情况 锤子妹妹却说到如果你帮我们生仔仔 那么我就让我相公答应你 文言墨语琴都无语了 他也不懂锤子妹妹为何对仔仔这么执着 不过他在心里已经认定西子堂就是他的师父了 帮师娘一个小忙什么的也不算什么大事 于是两个女人就莫名其妙的联盟了 随即只听房间内一阵惨叫声 力大无比的西子堂就这样被两个弱女子控制 但两个女人并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操作 等了片刻后疯狂的锤子妹妹一口咬向了西子堂 这虎操作彻底把墨语琴向猛逼了 咬神兵如同吃糖豆的锤子妹妹 如果咬人们是什么样的惨状 被咬的西子堂直接口吐西瓜支晕了过去 四日清晨任逍逍遥把昏迷的西子堂带回了家中 在经过他的救治后西子堂才慢慢恢复过来 西子堂直接爆气就揣起了锤子妹妹 随后任逍遥向西子堂解释道 其实这一切并不是锤子的问题 而是本门功法的问题 本门功法有三件 那就是戒女色戒女色戒女色 文言西子堂又无语了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这一生这么倒霉 他疯狂地摇晃任逍遥想让他把传承收了回去 文言人逍遥满脸尴尬 他表示只要送去了就不可能再收回来 现在西子堂彻底疯了 他大骂到老子拔锤子浪费了十年的青春 如今现在还得当太监吗 西子堂现在看到任逍遥就来气 他直接一击飞脚就踹了出去 只见任逍遥瞬间就飞向了西天 但他还不忘记说了宗门的地址 并让西子堂赶快去认职 当日傍晚西子堂就带着墨语琴和锤子来到了林建山 闲来无事的西子堂研究起了九阳灵觉 当打开书的瞬间 西子堂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他也没料到这书原来这么正经 与此同时墨语琴也看到了书中的内容 两个人顿时都尴尬得要死 不过墨语琴还是非常信任西子堂的 因为他的功法必须见女色 在吃饭时西子堂直接问到他 为何要拜我为师 面对西子堂的问题墨语琴实话时说道 我小时候误实了千年冰残导致身患重疾 然后又恰巧被人捡到送到了蓬莱仙格 明面上我是蓬莱金仙的首座弟子 但实则我的师父是我族吹雪联邦的长老 待我长大成人是我的师父就被人暗杀了 我以冰雪之术成为了吹雪联邦的正宗传人 同时我也被蓬莱仙格软禁了 这样就能迫使吹雪联邦投鼠忌器 蓬莱仙格想控制九州十二盟 我现在只是一枚妻子 如今逃跑的我需要庞大的实力去复仇 文言西子堂也表示蓬莱仙格也是我的仇人 突然外面响起了哐哐哐的砸门声 有人喊到老任了 还不快出来迎接大将军 还可以莫名其妙地与他人达成联盟 西子堂才来到林剑山麻烦就也跟着来了 自称是石少爷手下的一群员 直接闯进来就要让西子堂交出房产证 因为他们要把这里拆了带走堂 接着一个小嘎嘎也懒得废话 他直接拔刀就要砍了西子堂活捉莫语勤 突然莫语勤出手了 他直接就把那个出手的小嘎嘎冻成了冰雕 见状带头的徐伟一下就认出莫语勤是他的师妹 突然西子堂乐了 他自言自语难难道他是你的师兄 你是我的徒儿 我叫他一声乖徒儿应该不过分吧 西子堂说这些话显然没有被人的意思 这自然是惹怒了徐伟 他直接就使用烈火掌弓向了西子堂 可还没有等到西子堂反应 莫语勤就冲了出去 顿时间冰与火的攻击就对撞在了一起 莫语勤使用吹雪之术 只见地面上出现无数道冰刺弓向徐伟 可是还不算晚 莫语勤再次在手中幻化出冰剑冲了出去 他想同时封锁地面和空中 可他确实是想多了 徐伟一击火焰刀就挡下了莫语勤的所有攻击 接着两个人在空中在地面打得不可开交 数十招过后莫语勤越来越吃力 突然徐伟使用秘法控制了时间流速 他一下就跑到了莫语勤的背后 就在火焰刀要砍到莫语勤身上时 西子堂出手了 他很轻松地就拦下了徐伟这是大力尘的一击 接着就看西子堂像丢垃圾一样 瞬间就把徐伟丢了出去 在下面吃瓜的小嘎嘎一看自己的老大被丢飞了 他们转身就跑 可突然锤子妹妹一下就砸晕了刚才一言不语的红袍人 西子堂急忙扶起红袍人对锤子妹妹说道 人家想要跑你就让人跑呗 打晕了算怎么回事 可下一秒西子堂突然感觉自己手中有些不对劲 同时被抓的红袍人也清醒了过来 他现在脸红的都要哭了 红袍人大喊道 老娘是纯爷们你抓老娘干嘛 同时锤子妹妹也开始胡闹了起来 他对西子堂说道 这个狐狸精就那么好看吗 你看你现在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被冤枉的西子堂顿时就不愿意了 他直接和锤子妹妹开启了嘴炮模式 完全就把红袍人当成了空气 红袍人见到锤子会说话 于是他猜出西子堂就是干他锤云山的狠人 锤子妹妹自然就是五神之锤 红袍人直接想用金钱把锤子妹妹买走 可西子堂却想把锤子妹妹白送出去 闻言锤子妹妹回道 你个渣男有了心欢忘了就爱 怎么可以把我随便送人呢 被骂渣男的西子堂当场就火了 他直接一脚就踢飞了锤子妹妹 西子堂现在都烦死他了 此时在他的心里认定一切的厄运 都是锤子带给他的 健壮红袍人急忙追了出去 他对锤子妹妹说道 我有办法让你的相公喜欢上你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我非常在行 说完锤子妹妹就直接跟着红袍人开心地跑了 不久后又有另一伙人找上了门 气得西子堂直接骂道 这群垃圾真是烦人 打了小的又来了一群破烂 莫宇晴也气愤到你们有完没完 刚打跑完一群人你们又来了 难道你们把我们当成了软柿子吗 这次带头的也是莫宇晴的熟人名叫子风 他此次前来是找石少爷的 显然西子堂现在还不知道 刚才拐跑锤子妹妹的红袍人就是石少爷 他只知道自己的锤子妹妹没了 西子堂见到莫宇晴认识对方 于是他问到这些人都是谁啊 还没有等到莫宇晴回答 对面的一群人就摆起了poss 他们自称是昆仑天团 同时也是昆仑汉江第一战团 对此西子堂不屑地说道不就是马戏团吗 对方一听就怒了 他们集体喊道你压才是马戏团 兄弟们上给我干他压的 见到对方那么激动莫宇晴又冲了出来 不过西子堂这次没有再让他动手 西子堂直接抓住了莫宇晴的寒冰弹 接着只见西子堂一跃跳向高空 他摆好了准备射门的动作 随即就只见对方被寒冰弹轰的仁仰马帆 只留下满脸猛逼的子峰抵挡住了攻击 见到自己的小弟被一击打飞 子峰也认真了起来 他喊道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尝尝我的锁龙乱舞 说话子峰就挥动起自己的大刀向西子堂砍了过去 突然西子堂一愣 接着他就把子峰的刀夺了下来 西子堂夺下刀后直接把刀赔给了莫宇晴 因为先前锤子妹妹把他的宝剑弄坏了 可莫宇晴却不想要 他解释到刀客的刀是他的第二生命 刀在人在刀毁人亡 闻言西子堂可就不愿意听了 他只向子峰 你看他没了刀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 单身十八年的老色皮偶然间一下得到六大美女 他们武艺高强每位都擅长一种兵器 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武器的气领 只不过想让他们彻底臣服那是需要强来的 因为西子堂继承了九阳灵爵 所以他是不可以静女色的 他只要一触摸美女就会遭到反噬 所以垂门灵主子侠给他出了一个不算难题的难题 那就是西子堂要在他们六人身上得到一张令牌 虽然说六大气灵站在不动让西子堂搜身 他都不可能坚持下来 不过六大气灵美女是不可能让他乱来的 使用双勾的小萝莉第一个奶胸奶胸的就冲了出来 可他的速度对于西子堂来说简直就是慢动作 西子堂只需一招就擒出了小萝莉 接着这个钢铁直男直接把人家一拳就轰到了墙上 第一张令牌就这么简单的被西子堂得到 下一秒使枪的气灵顶替了小萝莉的战斗 在躲闪中西子堂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气灵都没有动 所以他们能存放令牌的地方只有一个 西子堂只需简单的一抓 使枪的气灵就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同时第二张令牌也很容易的到手了 但九阳灵觉的反噬对西子堂也是越来越大 在西子堂被反噬时 使棍子的气灵也攻了上来 还好西子堂力气够大直接抓住了棍子 只见他用力一抽气灵就失去了重心 于是第三张令牌也很容易的被西子堂拿到 只不过西子堂这回有点不拿美女当好白菜 他各种辣手催花完全是手下不留情 被激怒的流星锤气灵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一锤差点轰爆了西子堂的狗头 这个冷烟的美女看到自己的姐妹这样被西子堂欺负 他终于决定释放全力使用大招 只不过西子堂这伙力大无穷 他一把就接住了流星锤 然后利用铁链的长度挽起了捆绑 只是几个瞬间猛逼的气灵就被捆个结结实实 不得不说西子堂这招绝对是练过的 就在西子堂减取第四张令牌时 流星锤气灵急忙向远处喊道快射他呀 他快不行了 呆呆的弓箭气灵文言可不知道要怎么射 因为他怕自己射错了人 就在这时锤子气灵直接冲了出来 他只是一锤就把西子堂轰上了西天 与此同时弓箭气灵也找到了出手的时机 嗖嗖嗖数件同时被他射了出去 还好西子堂手中一直拿着刚才的流星锤 他使用流星锤挡住了射来的弓箭 因此力道又不减 下落的流星锤接着又轰飞了弓箭气灵 就这样第五张令牌也到手了 只不过西子堂现在彻底撑不住了 可刚才被打飞的气灵们现在已经缓了过来 他们可不认可投机取巧的西子堂 至于西子堂为何惹上这群姑奶奶 那还要从子风上门来找茬说起 西子堂这货直接夺下人家的宝刀 让莫语勤砍柴用 气得子风当场就破口大骂 西子堂对他也是不客气 直接上去就给子风一顿臭 不服气的子风让西子堂降低修为在和他打一场 可谁料西子堂拿出一张卡 直接把子风干破防了 因为西子堂拿出的是最低级的屁级卡 破防的子风被气得直接要跳崖自杀 还好他的跟班手几眼快抓住了他 第二天西子堂就带着莫语勤一路狂飙 速度直接干到了120万 至于西子堂为何要跑得这么快 那自然是检测刹车和气囊的好坏 为此西子堂还挨了一顿揍 当天晚上西子堂终于赶到了自己的宗门 只不过这里简直就是破烂不堪 而且宗门里一个活人都没有 于是就这样两个人一路闲逛 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地同时也是灵种 西子堂这祸手非常欠 看到什么都想摸一下 被打扰休息的斧灵当场就怒了 他二话不说就把西子堂和莫语勤砍的人养马翻 接着斧灵立马让他们离开 闻言西子堂当场就亮出自己是新掌门人的身份 可谁料斧灵完全看不起西子堂 他直接挑衅到你个小白脸还想当掌门呢 有种来抽我呀 这挑衅的西子堂真的不想忍了 他直接一个野蛮冲撞就干飞了斧灵 接着西子堂这祸又看到了锤种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锤子妹妹呢 于是他又开始手欠拔了起来 现在可好了锤子妹妹没有得到 直接跑出来的一个锤子姐姐 西子堂又再次表示自己是新来的掌门 可他不说还好 他这一说直接召唤出了所有的气力 于是就发生成开头的六打一了 男孩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妹子 于是两人就这样四目相对 下一秒一声尖叫声打破了房间内的安静 这叫声居然是西子堂的 他还以为莫语勤对他做了什么违背人伦的事情 随即房门突然被推开 原来是上任掌门任逍遥回来了 任逍遥才想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 结果一击枕头就呼在了他的狗头上 过了许久任逍遥才向两人缓缓解释道 先前你体内的九阳灵爵开始反噬 于是莫语勤挺身而出打算终止你的试炼 不过气灵们的性格都比较直 他们不打死你事不罢休 在威忽时刻莫语勤释放了自己体内的力量 他使用了绝对灵度 只是那么一瞬间你和气灵们都被他冻住了 还好我来得及时使用了掌门令 被冰中的气灵们这才被收回了掌门令牌里 如果我来得再晚一些 门派里所剩不多的生灵估计这次就彻底灭绝了 同时你体内的阳气即将暴体游离在生死之间 而莫语勤这小丫头身上又寒气逼远 她体内阴气寒毒已经发作 她也同时徘徊在生与死之间 于是我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现在你们体内的东西也只是暂时被压制 如果你们想同时解决身上的影迹 那么我建议你们去闯七剑阁 顾名思义在七剑阁的世界里有七关 每一关都非常凶险 稍有不慎就可能生死到笑 闻言西子堂转身就想走 这糟老头子坏得很 他可不信任逍遥的鬼话 可任逍遥却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对西子堂说道 和你同床的女娃娃是不是倾过倾城啊 你是不是看过她了难道你就不想吗 接着任逍遥又对西子堂说了一大堆的虎狼之词 最后任逍遥说道 你只要能通过七剑试炼不仅可以突破戒色 而且还可以化身为禽兽 在任逍遥的嘴炮下害羞的两人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们同时攻向了任逍遥 同时嘴上还喊道你是禽兽不如 老不正经的任逍遥就这样被轰上了西天 随后西子堂一拳就打破了石门 此时他在心里已经决定好要闯七剑关 同时他还不忘鼓励到墨玉琴 什么试炼对我来说都是小场面 就在两人进入石门后他们都猛逼了 他们谁也没料到这传送门居然是在空宫的 随即两个人被表演了一场自由跳雪 那惨叫声和杀猪基本没什么区别 接着只听呼通一声 墨玉琴只发现自己头有些晕 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感 随即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身下有个肉点 尴尬的西子堂只能一直尴尬 而墨玉琴现在简直害羞的要死 随后他们望向远方 只见远处的山峰上有树光一直在发亮 于是两人认定这就是第一关的关卡 只不过西子堂感觉自己没走到那里 就要先被冻死了 见状墨玉琴急忙说道 师父不如让我帮你开路吧 这点风雪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接着墨玉琴使用法术制造了冰梯 只不过这完美的风景 西子堂却无心观看 因为他眼前还有更美的风景 这风景使得他体内阳气又再度紊乱 现在完全不怕冷了 忽然一只大鸟在他们口顶飞过 同时还伴随着尖锐的叫声 随后大地也开始振战 鸟叫声居然引发了雪崩 随即西子堂带着墨玉琴就跑 这下两人才知道 任逍遥说得非常凶险是多么凶险 刚刚嘴里还在喊臭流氓的妹子 却眼神一变化深成恶魔 她仿佛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了 这可把西子堂下的差点尿不湿都尿湿了 原来妹子并不是吃了什么荷欢伞 而是她体内钻进了一个恶魔 事情的原因还要从头说起 西子堂和墨玉琴遭遇了雪崩 可两只小短腿哪里能有雪崩跑得快 还好在危机时刻墨玉琴开启了寒冰盾 但这玩意是圆的 雪崩推着她俩就满地滚了起来 而且速度越滚越快并且控制不了方向 突然他们一下撞到了石柱上 于是她俩就这样悲催地掉下了悬崖 还好悬崖下方的积雪够厚 因为墨玉琴是寒冰体质 所以她第一个就清醒了过来 然而西子堂可就倒霉了 她完全就被冰雪淹没了 还好墨玉琴抱着她找到了一个山洞 并且山洞口还有雾气在缭绕 原来山洞中有一眼温泉 臭不要脸的西子堂直接自己率先泡了起来 她还邀请墨玉琴也一起泡 墨玉琴现在都害羞得要死了 她哪里会答应和一个臭男人泡温泉 忽然西子堂眼前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这可差点又把她吓尿了 由于她的大喊大叫 墨玉琴急忙回头看去 可她只见到西子堂在那乱跳 墨玉琴还以为西子堂想耍流氓 西子堂急忙解释这还有一个人 这时另一个男人说道 你别叫了他是看不到我的 只有修炼九阳灵觉的人才能看到我 忽然神秘男人化作了一团光束 这光束直接钻进了墨玉琴的身体里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西子堂立马让神秘男人从他身体里出来 谁料神秘男人却说道 在温泉里修炼才能缓解他体内的寒度 接着神秘男人说道怎么样 我的独门神通厉害吧 然后神秘男人开始自我介绍起来 他说道我生前也是灵派的掌门 我叫游天行刚才我施展的神通名叫忌魂 那可是杀人于无形的神迹 文言西子堂却满脸不屑 因为他也学了九阳灵觉压根就不会什么神通 游天行一听就不乐意了 他认为西子堂是废物要一掌劈了他 被突然袭击的西子堂急忙躲开了游天行的攻击 接着他愤怒的一拳打了回去 他出拳的瞬间空间都扭曲了 游天行开心地说道不错 你已经初步掌控时间的神通了 可西子堂却满脸气愤 因为任逍遥压根就没和他说过什么神通的事 他也想要记魂的神通 文言游天行继续说道 我在此已经两百年了 今日与你有缘我便送你一场造化吧 你可在拳下找到我留的宝珠 吸收他的能量可以帮助你突破到第二层的修为 接着西子堂果然在下面找到一个骷髅抱着一颗宝珠 但这个骷髅抱得实在是太紧了 西子堂压根拿不出来 忽然他急眼了 他一拳就轰碎了骷髅架子 游天行看到差点没被气死 这可是他的尸骸啊 对此西子堂装作听不见 游天行只能叹气地说道 尘归尘土归 你把宝珠含在嘴里吧 可谁料西子堂这会听成了让他吞下宝珠 游天行现在被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也没见过这个傻的人 同时西子堂吞了一半果然卡在嗓子眼里了 还好游天行在他身边急忙帮了他 游天行说道 你抓紧做好运行九阳灵爵 随着西子堂的功法运行 温泉也开始越来越热 被热情的墨雨晴满脸猛逼 他迷糊地说道 我刚才不是在洞口吗 怎么就到温泉里了 还有我的师父呢 借着墨雨晴前下温泉 他第一眼就看到 痛苦不堪的西子堂在运工 见状游天行说道太好了 这小姑娘体内的寒冰 刚好可以中和这小子体内的九阳能量 再加上温泉的灵气 也能解决他体内的暗机 这样刚好一举两得 说完游天行就使用出了灵魂锁链 随即只见一条无形的锁链 慢慢向他们靠近 没等多久 两人就被锁链紧紧地束缚在一起 忽然冰与火的能量同时爆发 并且同时达到了一个互相平衡的境界 于是就这样两个人 同时互相解决了各自体内的暗机 做完这一切 由天行也开始慢慢消散 片刻后西子堂率先醒了过来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吐血 下一秒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西子堂开心地喊道 我真的突破到第二层了 老子终于不用再做太监了 不得不说小日子的温泉文化 对玄幻界也是相当有效的 莫语琴和西子堂一起泡过温泉后 他居然开始自我攻略了 莫语琴发现好像离不开眼前的这个男人了 一夜无话后 现在西子堂爬个山都双腿发抖 两个人在撒狗粮食 一只大鸟却看不下去了 莫语琴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大鸟 就是玄宇崇明 接着他向西子堂解释道 他就是世界上最凶残的神兽之一 据说远古有无数大能者都挑战过他 但没有任何人可以战胜他 还没等到莫语琴介绍完 玄宇崇明突然发出了一声鸣叫 接着只见他口中开始蓄念 突然一束光束就弓了出来 见状西子堂急忙推开了莫语琴 但这束攻击却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西子堂的身上 片刻后他就彻底被冻成了冰棍 不过现在的西子堂已经可以做到阳气外访 他只是稍稍一用力就震碎了冰块 见到自己的师父被攻击 莫语琴也开始反击 只见他一击寒冰地刺就朝玄宇崇明丢了出去 但人家是可以飞的 莫语琴的攻击完全没用 可谁料西子堂却跳上了寒冰地刺 他利用最高点开始嘲讽上了玄宇崇明 被嘲讽的神兽哪里受过的怨气 他直接开始俯冲就要撞死西子堂 只可惜西子堂这祸现在神力在身 他一拳就轰到了玄宇崇明的脸上 这下可好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玄宇崇明 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 缓了半天后玄宇崇明终于没了 只见他双翅一阵整个地面都开始塌陷 而且在塌陷的地缝中伸出了无数的冰刺 如今的莫语琴境界也有了提升 他很容易地就躲开了攻击 见状西子堂直呼徒弟好伸手 突然只听扑斥一声 原来是一根地刺横像窜了出来 于是西子堂就这样被爆了句话 偷袭得手这颗把玄宇崇明开心坏了 现在西子堂恨不得把眼前这活生吞活剥了 又被骂的玄宇崇明使用出了他的终极大招 只见他在虚空中召唤出了无数把羽刃 接着玄宇崇明双翅一斗 羽刃直接冲向西子堂 现状西子堂直接用拳头硬钢起了羽刃 同时莫语琴也幻化出了自己的寒冰羽刃 可谁料就在寒冰羽刃出现后 玄宇崇明直接改变了攻击对象 他一个俯冲就向莫语琴冲了过去 来不及躲闪的莫语琴就这样和玄宇崇明碰撞在了一起 可想象中的景象却没有发生 因为玄宇崇明直接钻进了莫语琴的寒冰羽刃中 玄宇崇明直接变成了幼体 他急忙飞到莫语琴身上对着西子堂就是一顿骂骂咧咧 接着莫语琴向西子堂解释了为何会是这样 不过明白真相的西子堂可不想轻易放过玄宇崇明 他现在虽然不能打了 但嘴炮轰炸还是少不了的 锤子妹妹这个小坑货 居然三言两语就被女扮男装的坏人带走了 他不仅和坏人学会了勾引男人的办法 而且还和人家天天泡温泉 他也不怕自己会生锈 突然一个黑影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随即拐走锤子妹妹的坏人气冲冲的就走了 许久过后闲来无视的锤子妹妹开始闲逛 他碰巧听见了房中那些人的谈话 这谈话内容顿时就把他吓呆在原地 接着他便想也不想的转身就走 与此同时另一变 西子堂和莫语琴才收服了小冰冰就碰到了火麒麟 这火麒麟非常狂暴 二话不说就对两人发起了攻击 小冰冰听死抵抗但奈何他不是火麒麟的对手 只是几个回合小冰冰就被打成了重伤 无奈他们只能开始逃跑 因为受伤小冰冰还找到了一个极其安全的地方 气得西子堂对他就是一顿骂骂咧咧 小冰冰又哪里会惯着他 上去就对西子堂的狗头一顿乱咒 忽然霍麒麟的大招云火天降攻了过来 现在莫语琴已经躲无可躲 只是一个瞬间莫语琴就被火焰包裹了起来 西子堂立马就想闯入火海去救莫语琴 可谁料小冰冰却拦住了他 小冰冰用心灵沟通告诉西子堂 火麒麟的火对雨情的伤害并不是很大 相反他还可以利用火焰进一步地去除体内的寒毒 如果你硬要闯进去那么必死无疑 说完小冰冰就在身体上分出两根羽毛 这两根羽毛直接钻进了西子堂的体内 接着就见西子堂有了飞行的能力 小冰冰嘱咐到他赶快去外面喊帮手 由于西子堂还是一个新鸟 他只能一路乱飞 那是人在前面跑魂在后面追 终于他一头扎进了任逍遥的房间 西子堂急忙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同时他疑惑地问到任逍遥你会什么神通 就在西子堂话语踩落 顿时他就来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 在这里他可以看到锤子妹妹 凄惨地喊着相公快救我 西子堂也不知道对方能否听见 他下意识地就问到锤子妹妹你在哪里 可谁料锤子妹妹真的能听见 他急忙回到我在垂云山脚下 回到现实的西子堂急忙 问到任逍遥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可谁料任逍遥居然让他自己猜 西子堂直接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子 同时嘴里还喊着我猜你奶奶个腿 不知道金春儿现在有危险吗 打完任逍遥西子堂就急忙飞走了 片刻后他回到了曾经家中的小村庄 西子堂整个人都傻了 他急忙在废墟中找到了锤子妹妹 他想知道这里究竟是怎么了 村子里的人为何都没了 自己的母亲现在又在何处 缓缓睁开眼睛的锤子妹妹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村子已经被人吐了 顿时间西子堂愣在了原地 西子堂只能默默地流泪 他不明白为何有人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又为何忍心对毫无腹肌之力的村民下手 此时此刻西子堂在心里默默发誓 就算与天为敌他也要报仇 与此同时在远处的山峰上 男人喃喃地说道 宗主这个锅你好像悲定了 女人文言只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时间来到了几天后锤子妹妹终于清醒了 她第一眼见到西子堂就往人家身上硬扑 可是西子堂现在只想知道村庄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无奈锤子妹妹只能缓缓开口道 我回到村子时就发现有人在图村 我把婆婆救出来后又回去救其他人 结果就被打伤了 西子堂文言都被差点惊掉了下巴 原来自己的母亲没有死 可才到晚上花风就变了 锤子妹妹发现西子堂现在和她的灵力已经同根同缘了 但西子堂压根就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锤子妹妹直接又开始硬扑 她的意思那就是想要和西子堂双修 还好西子堂急忙解释到双修不是这样的 再好说歹说下 西子堂终于把锤子妹妹的思想掰直了 两人开始真正的双修 经过半晚的努力 锤子妹妹终于被累倒在西子堂的怀中 而这会睡觉不仅放屁磨牙说梦话 而且还流口水 弄得西子堂压根就没办法睡觉 突然她听见外面有不速之客的声音 这个男人只是喝了一勺十全大补汤 她立马就倒霉了八百被子 西子堂为了修补锤子妹妹 直接被累得不省人事 锤子姐姐为了弥补她体内的空虚 亲自下厨为西子堂熬了一碗十全大补汤 可西子堂只是喝了一勺 锤子姐姐立马就被惊掉了下巴 突然西子堂鼻血狂喷 她直接怒喊道身体好热啊 随即她跳下床就往窗边跑 只听托通一声 西子堂直接跳进了河水中 但这祸压根就不会游泳 只是片刻她就喊起了救命 西子堂的骚操作都把锤子姐姐看猛逼了 无奈她只好跳下河水去救人 现在不想救也不行了 因为西子堂开始沉底 许久过后 锤子姐姐终于把西子堂救了上来 但现在西子堂已经昏迷不醒 无奈锤子姐姐只能独自拉她上岸 突然锤子姐姐又再次被惊呆了 因为她在河水中摸到了一门巨炮 顿时间锤子姐姐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瞬间大脑短路脑子 直接变成了豆腐猫 突然西子堂的骂骂咧咧声 打断了锤子姐姐的发呆 因为这祸现在又要溺水了 被救上岸的西子堂急忙 问道你给我喝了什么 闻言锤子姐姐说道也没什么 就是牛鞭娜羊鞭娜 还有生蚝百年灵芝千年身亡 反正一共十样乱顿出来的 闻言西子堂倒吸一口凉气 她直接翻白眼地说道 我谢谢你全家呀 忽然西子堂提醒到锤子姐姐 注意脚下的门槛 可她不说还好 这一说果然锤子姐姐脚背绊了一下 下一秒西子堂就悲剧了 嗷嗷的惨叫声 直接回响在整座山峰中 至于锤子妹妹为何会裂开 那还要从西子堂 想要追查图村凶手开始 西子堂在和锤子妹妹双修完后 一个猪头模样的人 直接踢开了房门 她见到锤子妹妹就喜欢得不行 她想要劫走锤子妹妹给她做小切 最后还想用武力加威胁 迫使锤子妹妹答应她 可锤子妹妹只对她的大宝剑感兴趣 她咔嚓咔嚓地直接就开吃了起来 猪头当场就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西子堂也依然不打算放过她 西子堂又对猪头一顿爱的教育 所谓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没过多久蓬莱仙格的四胜之一 东狂龚山泰就追了过来 于是两人决定公平地战一场 只不过龚山泰有王八可的技能 任凭西子堂怎么攻击都是白费 后来锤子妹妹看不下去了 她一口就咬上了龚山泰 无论她怎么晃动都甩不开锤子妹妹 但到了最后锤子妹妹还是被打趴在地 见到锤子妹妹被打西子堂彻底暴怒了 同样暴怒的还有锤子妹妹 她立马就变换成锤子形态与西子堂合体 站到最后锤子堂与龚山泰同时使用出了近招 接着去听他的一声 整座比舞台直接喷射出一股巨大的能量 等待烟雾散去后两人同时昏迷不醒 一天过后锤子堂才从昏迷中慢慢清醒 睁开第一眼时她发现身边有个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似乎非常眼熟 突然她一下惊醒过来 原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神秘的石公子 同时石公子也被突然醒来的锤子堂吓了一跳 她用洗脚步一下就甩在了锤子堂的脸上 随后转身就离开了 被弄得莫名其妙的锤子堂喃喃自语道 她为什么见到我醒来后会脸红 难道她是喜欢上我了吗 对了我的锤子妹妹呢 随即锤子堂就对锤子喊了起来 她想召唤出锤子妹妹看她是否受伤 但无论锤子堂怎么召唤都是徒劳 因为她在锤子中已经感受不到锤子妹妹了 她们是修真界中的蛊惑妹 妻女霸男无恶不作 虽然她们不是真正的人 但面对敌人她们可从来不心自手软 不仅不讲武德使用群殴战术 她们就有弟子来报 长老灵派又给我们发来第二封密函 其中一个长老看过密函后被气得暴跳如雷 这位暴跳如雷的长老直接拍桌子决定 她要自己前去踏平灵剑山 没过多久她就骑着自己的老虎来到了灵剑山 她对灵派的态度非常嚣张 直接一斧子丢出想要砸坏大门 突然一只弓箭在空中挡下了斧子 原来是气灵玄月率先冲了出来 随即她喊到哪里来的马仔敢再次放肆 文言对方更加放肆了 她直接回怼到你们掌门呢 还不快出来送死 与此同时西子堂和莫语琴正躲在门后 莫语琴小声地说道 她是蓬莱仙格万仙队的宗正虎 文言西子堂问到她的实力怎么样 莫语琴回到她也就是马马虎虎吧 随即西子堂对其他的蛊惑妹说道 姐妹们你们去和她玩玩吧 随即一群妹子嗷嗷地就冲了出去 宗正虎见状顿时就被吓呆在原地 甚至连逃跑都忘记了 不过几个妹子可不会管她呆不呆 她们只管一个劲的冲锋 棍子妹率先就打出了第一棍 吓得宗正虎急忙躲闪 可她胯下的大老虎就倒霉了 这一棍子她挨的是结结实实 随即只听老虎的一声惨叫后 她当场就被棍子妹打死了 接着枪妹开始接力 她一枪差点就捅在了宗正虎的腰子上 被连连偷袭的宗正虎已经忍无可忍 她直接挥拳就想回击 但她瞬间又被流星锤砸飞了 可这也只是开始 流星妹真正的用意是想把宗正虎交给双勾妹 接力的双勾妹随即就把宗正虎按在地下摩擦 一时间所有的妹子都一拥而上 这残暴的场景可把锤子妹妹吓坏了 西子堂问到莫语勤这个宗正虎也太一般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莫语勤只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此时她心想你的这几位气凌什么实力 难道你心里没个数吗 与此同时双勾妹对宗正虎叫嚣道 我就问你服不服 可谁料宗正虎非常嘴硬 她不仅不服还满嘴骂骂咧咧的 突然棍子妹一棍子就捅在了宗正虎的嘴里 她开始为宗正虎刷牙 没过多久宗正虎就被大家霍霍地奄奄一息 片刻后大家都齐聚在意识堂中 西子堂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正式向蓬莱仙格宣战 文言锤子姐姐和莫语勤第一个战船 他们两人都想要当先锋官 就在他们争执时锤子妹妹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那就是眼前的这只老虎要怎么处理 顿时所有人都被这个问题瞒住了 老不正经的任逍遥想到了一个主意 她想要虎边来泡酒 于是悲惨的老虎就被大家烧烤了 没过多久锤子姐姐向西子堂说道 又有一个骑着狼的高手已经快到了咱们山下 接着西子堂问道大家这次谁出战 可谁料大家都惦记虎肉没人搭理她 终于过了好久后莫语勤说道 还是我来吧 个女人为了报仇竟然在猛兽床上肆意妄为 她以为西子堂只是拿她当兄弟 可她殊不知人家那是一切来者不拒 西子堂把寻找母亲的事情交给了石公子 为此她一个劲地写信给对方 但她迟迟等不到对方的回信 最后西子堂怒了 她直接一封信过去给石公子骂个狗屑领头 随后气冲冲的西子堂才走出院子顿时就猛低了 原来对方不是没有回信 而是信哥被锤子妹妹给造了 此时的西子堂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也没想到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她现在后悔也晚了 因为石公子气冲冲地找上门来了 石公子质问到西子堂你到底想弄哪呀 我为了帮你找母亲就连整个堂门都暴露 做贼心虚的西子堂只能满脸尴尬 她只能下意识地乱说道干脆我们结盟吧 我们一起干他压的 可谁料石公子才不想现在就与蓬莱仙格为比 无论西子堂怎么花言巧语 对方就是软硬不吃 石公子表示道我看你们狗咬狗一嘴猫 我自己愚翁得利他不相骂 西子堂看到对方软硬不吃 无奈他只能表示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因为我的师父任逍遥已经打着堂门的旗号去干架 文言石公子差点没被气得当场淫死 最后他妥协到如果以后灭了蓬莱仙格 他要当大堂皇帝 至于这个条件西子堂自然是不在乎 片刻后西子堂给他安排了一间客房 随即他急忙问到石公子他的母亲有没有消息 可谁料对方玩心大气 石公子说道我的背现在有点疼 好想找个人暗暗 没办法的西子堂只能当起了按摩小弟 同时他还不忘记追问自己母亲的消息 可石公子越来越过分 他又说到自己的腰也比较疼 无奈西子堂只能继续为他服务 可无论西子堂怎么按对方就说不舒服 这下西子堂怒了 他开始啪啪地打上石公子了 被打着石公子一下就毛了 他回头就给西子堂送上了西天 时间来到了第二日 西子堂等人决定和来犯的蓬莱仙格碰一下 看看到底是哪方实力更硬一些 可任逍遥却拦住了西子堂 任逍遥嘲讽到西子堂 难道你真认为以你现在这点实力是对方的对手吗 被嘲讽的西子堂当然不愿意了 他回怼到人家都打上门来了 难道我现在还能跑路不成吗 这时任逍遥说道我有一个办法 西子堂一听急忙说道不行不行 你这主意根本就不靠谱 人家是不可能答应的 可谁料任逍遥直接说道你是不是男人 如果是男人就不可以说不行 被击的西子堂自然是不服气 于是他就乖乖地上了任逍遥的档 没过多久西子堂就来到了锤子妹妹的房间 他直接尴尬地说道我想和你生仔仔 锤子妹妹直接回到仔仔是什么东西 好玩吗 面对这个话题西子堂只能回到还算可以吧 锤子妹妹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 他立马就让西子堂教他怎么玩 被逼得西子堂鼓足勇气一下就抱起了锤子妹妹 接着他便撅起了自己的猪嘴 西子堂的骚操作彻底把锤子妹妹忍没了 他一拳就把西子堂香到房顶当挂坠 随后他气冲冲地就跑了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画面来到了任逍遥的房间 他正在叫导自己的新徒弟 可谁料愤怒的西子堂突然冲了进来 这尴尬的场面顿时就让所有人都无语了 接着西子堂就被打出了房间 片刻后西子堂气愤地指责到任逍遥 你个大坑货你教我的东西压根就没办法实施 文言任逍遥都无语了 他也没有想到西子堂居然这么无语了 随后他来到了锤子妹妹的房间 只见任逍遥向锤子妹妹的额头点去 顿时锤子妹妹和西子堂的回忆全部被唤醒了 两个人之间的羁绊和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锤子妹妹就这样一直傻站在原地 突然他一下就扑向了西子堂 现在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记起来了 正当任逍遥出门后 他却发现了沐雨晴在外偷听 于是任逍遥问道难道你吃醋了吗 害羞的沐雨晴回到我才没有呢 第二日清晨西子堂准备好了一切 可他在出门后又碰到了想要偷听的石公子